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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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有什么动物的? 站住我! 搞错了你!叫个答案出来的! 他没有举手就突然说话 真的很没礼貌 还扰乱了课堂秩序 当我想说话时 我会先举手 让老师知道我想说话 如果我没有举手 就突然说话 别人会认为我没礼貌 我不想别人觉得我没礼貌 所以我会保持安静 我会先举手后发言 现在大家可以看看 有没有人知道图片里的主角是什么? 你看看朗熙是如何安静举手的? 去举手的时候不要说话 耐心等待老师叫他的名 朗熙好欣赏你静心等待 不要随意叫个答案出来 朗熙你试下答吧 不的行 非常好 那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他会这么瘦? 思雅和亭亭都安静举手等待 不要随意大叫个答案出来 现在有两个同学举手 大家都需要耐心等待 思雅你举手又请你试下答 他没有足够的食物 答得好 亭亭还在举手 嘴巴合上 静心等待发言机会 老师可能会先给其他同学发言 但不要紧要 亭亭会耐心等待 亭亭到你了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爹哥好热 融了好多冰川 他找不够食物 答得好 我好欣赏大家发言前都会先举手 等我叫了名才开始发言 当同学想说话的时候 会先举手 让老师知道他想说话 如果同学没有举手 就突然说话 人家会认为他没礼貌 如果同学不想人家觉得自己没礼貌 就要保持安静 先举手 后发言 进砸斗 2 4 7 3 11 180 180 2 今年